拿憲哥的資源 是 但這次就不能那麼任性 這三家店都要你忙一下嗎 我其實都不太在意這些 憲哥怒控損失千萬 洛西派接手三家商業店面鋪分產內幕 他都會講得比較嚴重 但實際上就是沒有delay 所以他喔 他什麼時候裝修 你看 暑假裝修 超屌吧 一個月營業額是四五百萬 兩個月不就一千萬就去了 是如期 對對對 他就是想說給我一些壓力 最近也就學著 在跟憲哥的壓力 良性共存 憲哥記雜向四千萬 買下原本要歇業的台南老糖牛肉麵 交給洛西派打理 接著又將東區無聊咖啡交給他 變成老糖台北分店 還有另一家台中店 正在籌備 派派手上一共有三家店 被憲哥罵殘的台北分店 重新裝修後結合活動餐飲 終於開幕 派派接受3D新聞網專訪 投樓經營現況 所以並沒有上次講的兩個月 就是delay然後損失那兩千萬 沒有啦 其實沒有 但他就是意思是說 不要浪費時間 因為 斜槓斜槓嘛 以前做唱片 打水漂 那現在就想說 一樣也是拿憲哥的資源 但這次就不能那麼任性 這次就好好的當那個經營者 business man這樣子 不過其實我也覺得挺快樂的 因為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情 關關難過關關過的那種快樂 好像真的只有工作才懂 遇到最困難的 最煎熬的是什麼 挑戰還是什麼 最挑戰的是溝通 因為憲哥是個很高標準的人 他只要看到我有錯 他一定會執政 只要小錯他都大罵 反正有事他就罵 不過台北分店開幕 憲哥來視察 緊罵不出來 那裝潢要長官發的多少錢 超級嗎? 其實真的是20萬以內 為什麼這麼少對不對? 因為其實大部分是在做修繩 實際的裝潢啊 美感東西啊 我全部能DIY的就DIY了 我就是自己去刷了油漆啊 自己去調了燈光啊 然後自己去小紅書 學了一下舞台怎麼弄好看啊 最近最開心的一件事 就在我開幕的那個週末 憲哥就悠悠的飄進來店裡 然後就左看右看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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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什麼都沒說他就走了 這對我來說就是莫大的支持與鼓勵 因為他連找都找不到問題 可以罵 對當然我自己是覺得 我們的店還有很多進步空間 開拍耐燒進則 都是當時接手老糖牛肉麵 到台南住了兩個月 請立親為點鼎基礎 當時住在那邊其實也不是單純管理 而是因為一開始沒那個經驗 員工是跑光的 所以只好自己在那邊站櫃台 開餐廳真的很不容易 管人也很不容易 我以前都不知道這麼誇張 人很難勤 最麻煩的就是偷懶啊 騙加班費啊 有一些人比較沒底線 我們當時只應該用到晚上6點 然後這個同事就是說 欸那你還有小菜沒有煙耶 那他說好沒關係我留下來弄 我們就好那你弄 結果我們隔天看打卡紀錄 他6點弄到晚上12點 才打卡自己下班 平常這是一個鐘頭就弄完了 對 你弄6個鐘頭 我們就去看監視器 他就坐在櫃台聊電話 聊到凌晨然後再打卡離開 最誇張的是什麼 他小菜弄了嘛 結果隔天早上來沒有小菜 為什麼 他說味道不對我全部倒掉了 就是這樣的人 然後在我廁所抽菸啊什麼 我就跟他說拜託我們是餐廳耶 你真的是想害我關門還怎樣 好險是休息時間被我逮到 太離譜了 這三家店都要你忙一下嗎 欸我不知道耶 我其實都不太在意這些 因為憲哥有時候都直接指揮 我就是幹人 反正就算賺大錢 我也想要回饋家人